大家好,非常非常高兴的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大健康已经进入了甘细宝的这个时代 打开了生命的新的世界 在拯救生命的征途,它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美国生物学家乔治·戴利说 他说如果20世纪是药物治疗的时代 那么21世纪就是甘细胞的治疗时代 那甘细胞到底在这个市场上有多久的历史呢? 其实甘细胞的研究至今有50到70年这个历史 只是近这10年甘细胞的疗法 它涌现出非常多的大量的新的研究,新的疗法 那科学家和医学呢,都是应用在抗衰老以及疾病的这个治疗 但是少数的这个甘细胞呢,获得这个监管机构的这个批准 那究竟到底什么是甘细胞呢? 其实甘细胞呢,它是一种未充分分化尚未成熟的细胞 它具有再生各种组织的细胞的更新的一种的种子细胞来的 那甘细胞呢,它本身的这个功能呢,它是可以不断的去补充工作细胞的这个确实 那当我们的身体的器官的工作细胞衰退了,衰老了,或者疾病,或者某个器官罢工以及受伤时 那我们的甘细胞呢,它是会第一个时间做出反应 那促进分化器官,退化的器官,专属的细胞帮助它去修复以及愈合 让我们的身体就能够复原,不会有产生疾病的这个问题 那就是甘细胞它本身的这个功效 那甘细胞呢,到底是如何诞生的呢? 其实甘细胞呢,它是在母亲受精卵的时候 就那一颗就是甘细胞的诞生 就是那一颗叫做胚胎甘细胞 那胚胎甘细胞在第一天到18天这段时间呢 它是没有看缘的 所以它会分裂无数的这个胚胎的甘细胞 那到了18天之后呢 到18天到4个月的时候 而这些所有的胚胎甘细胞 它就会转换变成不同种类的定向的这个甘细胞 而这个定向甘细胞呢 它就会规定不同的定向的甘细胞 它就会分裂成不同的工作细胞 比如说呢,这个定向甘细胞 它是分裂成皮肤的工作细胞 它自然就慢慢的就形成了皮肤 如果这个的定向甘细胞 它是分裂变成了这个甘栈的工作细胞 慢慢的就会形成了一个甘栈 如果它是分裂变成眼睛的细胞 它就会形成了这个眼睛的这个工作细胞 所以呢,在这个4个月之后呢 到9个月 这所有的定向甘细胞 它就会分裂成200多种的 各个身体不同的工作细胞 而形成了一个婴儿 而诞生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也可以说呢 当初我们一个人的诞生 是从当初的一颗的甘细胞 演变成了60兆的人体的工作细胞 当一个婴儿在诞生的时候呢 那身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甘细胞 而这个甘细胞呢 它就会停留在我们身体的骨髓 脂板 肌肉 血液 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 那各个部分的时候呢 那孩子婴儿诞生的时候呢 它会不断的在成长 那甘细胞 还会不断的在分裂 更多的这个工作细胞 当人不断的在成长 人体成长到18岁 至20岁的时候呢 我们的身体 它就会逐渐的 发育 逐渐的就会停止 那如果没有停止的话呢 不断的发育 那我们人就很奇怪了 可能耳朵会一直大 头也会一直大 所以它一定会停止 但一停止发育的时候呢 也代表说 甘细胞的 它慢慢的 慢慢的 就会进入冬眠 当甘细胞进入冬眠的时候 与其同时 细胞的衰老 死亡 以及确实 也正式的这个展开了 那坦白说 大家都非常清楚的知道 衰老它是生物界 普遍所存在的自然的规律 它是没人可以信免的 也就是说呢 人体的衰老所表现出来的 种种的现象 归根结底 其本质就是细胞的衰减 就是衰老了又减少了 而细胞的衰减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干细胞的确减所值 缺少了又减少了所导致的 我们的器官之所以 会随着这个年龄而退化呢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本身的身体的各个器官的 工作细胞量减少 当我们的身体的细胞的工作量也减少 那个器官的操作功能就没有这么好 那自然就会引起了这个器官操作没有这么好 而引起了这方面的退化 所引起的这个疾病 所以呢 就为什么我们会减少呢 因为坦白说 就是我们人体呢 它就会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 而我们的工作细胞量就会减少 那我们身体呢 工作细胞最多的时候呢 就是在我们二十左右岁的时候呢 它是六十兆的细胞 那随着年龄的增长 四十岁的时候 它会减少了 五十岁又少 六十岁更少 七十八十 它就更少了 当我们的工作细胞数量一减少的时候呢 那个器官不能够很好的操作 自然就会有这个问题 就比如说一家公司 比如说一家公司它本身有五个部门 它有五十个员工 每一个部门 比如说呢 会计部门 行政部门 市场部门 客户部门 跟企划部门 而每一个部门都有十五个人 五十个人在工作 那如果这个部门 它少掉了三个或者五个 所以每个部门的工作呢 自然的效率就减低 它如同我们身体的这个器官一样 当我们身体的这个工作细胞量一减少之后 那自然的我们的这个工作量 效率没有这么好 就会产生这个级别 比如说今天我们五十岁了 或者我们四十五十六十七十 我们都有一些身体健康的问题 让我们试想一下 二十年前你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都会回答说没有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那就是因为 所以当时二十年前的工作细胞量是比现在多出很多 所以也意思就是说呢 只要我们能够增加我们身体的工作细胞的数量 各个器官的工作细胞数量 我们自然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很可惜的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 发现到我们成年人 三十到五十岁的这个成年人呢 几十万的细胞当中只有一颗干细胞 而五十岁以上 几百万的细胞当中只有一颗干细胞 而七十岁以后几乎是等于零 所以也就是说呢 当我们的年龄增加了之后 我们的干细胞数量也减少了 根本没有办法制造更多的工作细胞 所以我们很自然的自然就会老掉 而产生了这个疾病 所以呢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大量的增加我们身体的干细胞 它去分化更多的工作细胞 那自然的我们就能够逆转 那么我们回到五年前 十年前 省事二十年前的这个年轻的状态 那自然的我们慢慢的身体年轻了 工作细胞量够了 那自然我们就没有这种器官退化所引起的这个疾病的这个问题 这也就是干细胞它最主要它的功效以及它的功能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如果今天我们不想我们老得很快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补充我们身体的这个干细胞 来分化更多的工作细胞 那要如何来增加我们身体的这个干细胞呢 其实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途径 其中的一个途径呢 就是乞带血兼充脂干细胞 叫做MSC 那MSC 乞带血兼充脂干细胞呢 它的效果与安全 其实也被世界很多相关的研究中心接受与肯定 那其中的一个机构呢 就是NIH NIH 它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个机构 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 研究了这个临床报告超过了376种 证明了它的安全性高效性已被世界公论 NIH 它本身的这个研究中心呢 它的任务是探索生命的本质 以行为学方面的知识 那最主要他们是应用这些充分的知识 来延长人类的寿命 以及预防、诊断、治疗各种的疾病跟残缺 那MSC 这个兼充脂干细胞 也是他们其中重要的研究的一个项目 也正式了通过了这个MSC 也改善了人类这个健康以及寿命的这个研产 那到底如何取得这个尖充脂干细胞呢? 那尖充脂干细胞 其实讲到完就是脐带 就是婴儿在出生之后呢 结扎了之后呢 就是取得那个脐带跟这个胎盘 那取得之后呢 就是拿到研究院去 然后呢 经过了这个消毒之后 然后呢 就拿到脐带血以及脐带周围的 就是华同胶 就是Waston's jelly 那周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干细胞 而这个华同胶的这个干细胞 它本身是没有看缘的 所以呢 也因为没有看缘 就不需要配型 是每个人都可以应用的 而这个取代的这个华同胶 取代这个华同胶呢 它本身的干细胞也非常数量非常非常的多 也是一个尖充脂干细胞 理想的这个来源 坦白说 取代血尖充脂干细胞 MSC 市场上有很多很多 那如果今天 我们要选择取代血尖充脂干细胞 来作为补充我们身体的干细胞这个数量 那我们到底要去做如何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相信必须要注意的就是这七大事项 第一个就是产品的生产工到底是哪个国家 那第二个就是产品的生产公司到底是哪一家公司 第三 那那家公司有没有获得单地政府的生产许可证 允许它做这个生产 第四 生产了之后有没有做这个安全的测试 第五 他在培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证明他到底是培养多少代 第六 数量的证明 就是说呢 今天他注入这个干细胞有没有一个报告来证明到底是多少数量 第七 就是干细胞的活性测试 那注入身体的这个干细胞很活性的干细胞 到底这个数量是用什么样的技术来做测试 来鉴定他的这个真正的数量 这七点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要去做干细胞的这个疗法是必须要注意的 那到底市场上呢 有哪一家的品牌它是符合了这个七个事项 我接触到的澳洲的销赖它就是其中的一家 那销赖它本身就是来自于澳洲这个国家的一个品牌 那它的生产商就是Stemline这家公司 而Stemline这家公司呢 它生产这个培养的这个MAC这个干细胞 它是有获得澳洲卫生部所办法的这个生产许可证的 而且它本身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生产培养好的这个干细胞 它有通过澳洲的就是第三方的就是Biotes 这家公司来做这个安全的LAT报告 除了这个LAT报告做完之后呢 它本身呢也有做出一个证明就是它是一代培养的这个干细胞 它有这个书信证明 还有就是它这个干细胞呢也通过了另外一家 就是ASCT就是一家科技公司来测试它的干细胞的这个数量在里面 而测试了每一批的干细胞 它都有做这个测试 那除了这一点 这个ASCT的这个干细胞测试的这个技术就是7-Dex AAD 那什么是7-Dex AAD的这个干细胞测试呢 它是一种DNA测试 那它测试方式呢就是把这个干细胞拿出来 两个NL的这个干细胞导进去这个DNA测试之后 那如果这个干细胞本身的活性不够 它的干细胞的保护膜就不够完整 所以DNA测试就会渗透进去 然后呢就会促使这些干细胞不是很活性的干细胞就会死亡 而如果说呢这个干细胞的这个活性度很够 它的整个保护膜很完整 而这个DNA测试就不会渗透 而整个的SELF-LINE的测试就是用这样的测试出来 它的每一次的数量的测试 两个NL大概都在7000万左右 所以都是活性的这个测试来的 所以呢SELF-LINE它是符合了这7个条件 的这个品牌 所以是值得信赖的 所以如果各位你们想要 用尖冲值干细胞 补充你身体的干细胞的话呢 SELF-LINE这个品牌 也是你其中一个很好的选择的一个品牌 SELF-LINE STEMCELL So what is StemCell Therapy StemCell Therapy StemCell Therapy It is not something new It has been going on for the past more than 50 years StemCell have been researched on and on Trying to achieve anti-aging And even better therapeutic purpose For instance EUKEMIA We will look for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So what is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This is the very first stem cell therapy That being approved by the FDA and WHO Since now we understand that stem cell is able to differentiate into various kinds of cells how can it benefit the human body? Our body age everyday We are unable to defy aging Anti-aging is an overrated word We age everyday and we are unable to prevent it Many of us go for exercise, health supplement Just to live more healthily and to delay aging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stem cell therapy We now have the ability to treat Or better say to delay aging By using stem cell therapy We are able to regenerate or repair our cells and body That is aging everyday I understand that blood clot storage is now in business So for the past one decade Many mothers have chose to store their baby's blood clot So what is this blood clot they are storing?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They are actually storing stem cell for their babies Hoping that in future if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or something happened to their baby They are able to treat this baby with the stem cell that they have stored So from this instance we understand that stem cell can be obtained from baby's umbilical cord What do you call this baby umbilical cord stem cell? It is called mesenchyma stem cell or in short MSC So how this MSC can help us? Like I mentioned before It is a very primitive cell that is able to differentiate into different kinds of tissues and cells And therefore by injecting and infusing it into our body It will be able to treat, to repair and even regenerate every organs in our body By this we can anti-aging Or better word to say we can delay our aging and we can age healthily There are many MSC being promoted or being marketed in the market So how do you know whether the stem cell therapy that you are getting are genuine? There are a few questions that you can ask First, where does the source come from? Since it is coming from the umbilical cord of a baby So I presume you should have a source Second, do you have a lab and where is your lab? Otherwise, how can the stem cell be produced? And the third, how much are you getting? The amount of stem cell that you are getting being infused to your body Is also a very important point By asking all this If the supplier is able to produce answers to all your questions Then yes, maybe he is a genuine supplier for stem cell Otherwise, you may need to think twice